天父我们一同感谢赞美你 我们从圣经你的话语看到 你的恩典是无限量的 人们虽然不好犯罪堕落 但你的恩典是不减少的 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祖宗的救助 今天也是我们的救助 更是我们将来带领我们进入你国度的救助 我们相信左日今日直到永远 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 人虽然改变 神的旨意不会改变 人虽然软弱犯罪跌倒失败 神的救恩是永远长存 我们相信你 要带领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 荣耀你的名 为你而活 直活到你再来 使我们与你一同进入那个永远的荣耀 我们相信你参加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 与我们的聚会同在 我们相信 三人在哪里团聚 主就在我们的中间 主啊我们不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你出现在我们聚会的中间 我们需要你与我们的聚会同在 因为满足我们生命需要的是你 满足我们里边即刻的是你 你是从天上降下来凉 吃了这凉比永远不饿 你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水 喝了这水就永远不磕 我们相信从你那里出来的水能结我们的磕 能结世界所有人的磕 是每个人里边的干磕都得以解决 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生命的救助 你是我们全人的救助 我们相信你拯救我们要救到底 要把我们带进那个永远荣耀的世界 与荣耀的神一同享受永世无尽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相信今天下午你与我们的聚会同在 我们相信你来喂养牧养我们 让我们得到你的宝足 我们存住感恩的心 接受你的话语 领受你的教训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祷告 好 我奉主的名宣读了 我们一起宣读了出埃及记十七章 一到七节的圣经 这一段圣经呢 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 主为我死 我为主活 我为什么要把他 要这样命题呢 因为圣经的核心意义都是 教导耶稣基督怎样为我们死 耶稣基督 要让我们怎样为他而活 这是圣经 整本圣经的核心主题 所以出埃及记十七章呢 更显明了这个主题 以色列人 我们看出埃及记 从一开出开始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是以色列人怎样 神把他从埃及人的手中救出来 神用什么样的方法征救了他们 把他们存那个极艰难 极痛苦 他们不愿意在的地方 重新把他们征救出来 当然轰轰烈烈烈了 显明了 神的伟大 神的荣耀 神把他们救出来了 把他们带到这个旷野之地 一开出就告诉我们 一到三节告诉我们 他们按住战口 其实神把他们带领出来 要让他们经历多少路程 神都有一个计划 所以圣经上 他一写出来 他们是按住战口 意思就是 人生的行动 包括 他救赎出来百姓的行动 他们不是属于自己的行动 乃是神带领他们 让他们一步一步地走 正如小民在诗歌中所说 人生 往上攀登 是有台阶的 人生的成长 也是有台阶的 那么整个 以色列人得救 以色列人要在旷野 怎样行走 不是出于他们 乃是出于摇滑 在引领他们 他们按住战口 开始是非常兴奋的 因为看到 十样大神机 又看到神怎样带领他们 让他们过红海 如同干地 过来红海以后 他们敬拜赞美 非常欢喜 当他们非常欢喜的时候 继续前行 照着战口继续行走 就出现了一个 非常的问题 到了这个地方 突然百姓没有水喝 我们知道 他们经历的道路 是非常艰难的 非常痛苦的 这个旷野的道路 到这个地方 没有水喝 众百姓就忘记了 从前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 他们忘记了 神从前向他们 所显现的神迹 忘记了 神所赐给他们 一切的 丰富的恩典 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像 带领他们的摩西法院也 他们把一切罪债 都堆到摩西身上 不光是 那个时候的人是这样 其实从圣经中看 我们知道 整本圣经都在记载 人的软弱 等不出现问题的时候 都是非常好的 一出现问题 就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这是人的本能 我们的老祖宗也是这样 我们学习过 赌过创世纪的都知道 我们的老祖宗 没犯罪 没有堕落 没有远离神话的时候 亚当和夏娃非常好的 当上帝把 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 亚当高兴得不得了 说这是我孤中的孤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他非常的爱夏娃 一旦他们 出现了问题 跌倒了 犯罪了 失败了 当神出来 审问的时候 亚当就把责任 推卸给夏娃 那夏娃又把责任 推卸给 引诱他 那个死 其实他们都把这些责任 到最终是 你不给我造那个女人 你不给我造死 我怎么会跌倒呢 所以从创世纪中 我们的老祖宗 他们的本能 就是推卸责任 那出爱机记呢 我们又看到 轰轰烈烈非常兴奋 他们自己都愿意 跟着摩西出来 结果到这个地方 出现一点问题 没有水喝 他们就忘记了 神给他们的显现 忘记了神给他们的恩典 他们把这一切的罪债 都推到摩西身上 就向摩西发怒 发怨言 发怨言 在这个紧要的关头 他们 其实他们里边 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 你今天给我们 带到无水之地 让我们要磕死 让我们想 当初一些列百姓 确实阴住没有水 继续没水的话 他们就是都会死的 各个都要死亡 那神为什么要让他 摩西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要让他们 要让他经历这个问题呢 要让他们经历这个干旱呢 干渴呢 其实这也不是出于摩西 我深信摩西 怎样在旷野带了四十年的 羊群 后来摩西 也怎样在旷野带了四十年的人 我深信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 那山山灵灵他都跑遍了 他确实知道哪个地方有水和没水的 那他为什么要带领走这个地方 因为摩西的意思是 这百姓不是我带的 你让我带出来的 那我就不参加我的意见 这个地方没水 你让我带着走 我还要走到这个地方 结果走到这个地方 真发生了问题 就是没有水喝 大家都要磕死 那大家能甘心死亡吗 他不甘心自己的死亡 意思是你给我们带到无水之地 让我们死亡 那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好来审判你摩西了 众人都去审判摩西 所以这个地方是 记载就是与摩西争扎 就是与摩西吵闹 就是意思是你要让我们磕死 你也不会得好死 那我们肯定会把你打死的 没死之前先把你解决了 先让你先死 摩西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呢 他就没有办法 所以第一段一到三阶呢 我们看出来是 大家都要死 摩西也要死 为什么他们会死呢 就是因为没水的缘故 众人都要死 那么可以想 其实西班牙书 第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 按住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是吧 那这个定命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定命是从 因着我们祖宗亚当夏娃的犯罪 他们走向了死亡 他们的后代都要死亡 那他们要想不死亡的话 人没有办法自己得救 没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 所以众人都要死 那这个地方也出现了 众人都要死 摩西也要死 在这个 大家都要死的情况下 那摩西没有办法 所以他就求告神 他就求告神 就问 他就向神询问 第四节上说 摩西就呼求姚华说 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 他们几乎要用石头打死我 所以从第四节圣经 我们就知道 一到三节圣经是 主题 主要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 摩西要死 众人要死 大家都要死 为什么大家都要死 因为这是定命 这个定命是从创世纪出来的 从老祖宗遗传下来的死亡 所以老祖宗生下来的人 只有是死 没有一个能活的 就好像今天 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 包括我个人也是 我们都活在死亡之中 人人都要死 那死的主要原因 从哪里来的 老祖宗是因不听神的话 离开了神的话 因为我们认为神的话就是活水 神的话就是水 离开了这水都要死 按实际意义上来讲 按圣经的字句名文来讲 没有水 天下就不能生存 因为天下的动物和植物 都是因水而活的 都是因水而成长的 若没有死 若没有水的话 就是要死亡 没有水 动物要死亡 没有水 植物也要死亡 植物死亡了 动物也不能活 万物都死了 人也不能活 万物与人是一同活在 是共同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所以告诉我们 整个世界离开了水 就是死 那这一段圣经也是告诉我们 这些百姓和摩西 他们为什么会死亡 因为没水而死亡 今天的世界和我们 为什么会死亡 我们也是因无水而死亡 水实质是能给人带来生灵的 按象征的意义 水就象征圣灵的 也就预表圣灵的 没有圣灵 是不能存活的 没有水是不能存活的 那他们都要死亡 摩西怕死 也怕百姓死 所以摩西就呼求妖化 我当怎么办呢 当怎么办呢 这是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 摩西呼求妖化 九个妖化 我像这百姓怎样行呢 他们要死要打死我 这是怎么处理呢 其实摩西的意思就是 你既然借助我把百姓带出来了 不是我想带啊 我也不愿意带 开出带的时候都不愿意带 你非让我带 那带到这个地方 那我要死 大家都要死神呢 你说咋办吧 你既然让我带的这百姓 我们大家都要死 那摩西个人的祷告意思就是 那我相信你既然把我们带出来了 我们都要死 把这件事交给你 交给神可靠吗 求告妖化可靠吗 我们存这一段圣经当中 我们知道 呼求主名就必得救 求告神 神名的就必得救的 摩西求告妖化的名 那妖化也不推卸这个责任 那妖化的意思是是的 就是我把你们带领出来的 那今天临到的死 这个地方没水 也是我带着让你们来的 那这个百姓 会要砸死你 这就是人的本性 就这样 百姓把这个罪债堆到你身上 你把这件事情交 你把这个事情 又交给我 我今天要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 我们神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会 他做事 他都会负责任的 我是从这段圣经当中学习了 我们既然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负责任的 甚至我们一生的做事 我们都要负责任的 因为我们的妖化神 他所做的事 有开头就有结尾 所以他是开始的主 也是终结的主 我既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既然没水 要死亡 今天我要处理这个问题 怎么处理呢 有什么样的方法处理呢 我们从第五节到第七节 明文圣经 我们会看到 尤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住 你先前几大河水的帐 带领一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第五节圣经 这是当初一支圣经中记载 解决问题的时候 按住当初他们的法律 就是在城门口 城门口都要有长老 都要做见证 为这事做见证 那我们回想起来 路德基的时候就是 巴斯和众长老在城门口 要解决 他的亲属和路德的问题 也是在城门口 那每一次呢 旧约的时候 他们的律法 他们的法律 当初都是 只要出现问题 要解决问题 要由长老做见证 要在城门口做见证 那这个地方呢 尤华神也是这样 那我们知道 法律 实行法律的时候 都要有权柄的 那我们知道 摩西的帐 当初是行使过权柄的 那摩西的帐 行了什么样的权柄 我们出爱积极 我们义 我们学习十七章 那前十六章 我们赌过的原则 我们来思想 那摩西的帐 是神借助摩西的帐 行了十样大神迹 是神借助摩西的帐 让浑海裂开了 所以摩西的帐 在当初是非常有权柄的 然而是神借助他的帐 做事 今天神的意思就是 你还要拿着你的帐 要邀请长老 我们知道 我们神做事是有根有基的 一个是权柄 一个是找几位长老 在你面前过去 当初可能摩西和百姓 都会想 这个仗义出现 可能是要出现审判了 到底要怎样审判呢 要审判谁呢 谁要接受这个审判呢 这件事出现了 大家都要有死亡 这个死亡的原因 要解决这个死亡 要审判 带来死亡的 谁带来这个死亡 要审判谁呢 摩西可能也在想 众人可能也在想 但摩西是听到主的话 就照着主的话去行了 拿着他的帐 带着几个长老 走过去 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 第六节上说 我必在和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站在你面前 瑶华神说 百姓和长老 都要看见 我也站在和列山磐石的那里 让大家都要看到 今天我要承担这个问题 其实当我读到 当我读明白了这段圣经之后 我们真是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受感动 我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为什么我在哭呢 我一直在想 神啊 百姓的罪 结果到最后 你不审判百姓 你审判了自己 那这个地方呢 磐石 其实磐石就是神自己 那诗歌上也是这样 磐石 磐石就是基督 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唱 磐石磐石 耶稣基督 那格林多前书第十章呢 说你们喝了磐石的水 这磐石就是基督 在保罗书信上也在讲 这磐石就是基督 那当初呢 那我们从旧约圣经就看到了 基督为人类的死 基督替人类 接受了这个审判 接受了这个审判 这个审判应该是 百姓发愿言 应该是审判百姓 今天结果不审判百姓 神审判了自己 神审判了自己 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们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我就在想 当初当若是我 我都不知道 我敢不敢击打磐石 墨西 缺失 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 必有 水流出来 使百姓 可以喝 墨西就在 以色列长老面前 这样 行了 今天一个大的审判 一个大的终结 终结到磐石身上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磐石不受击打 没有活水流出来 磐石不受击打 百姓都要磕死 磐石不受击打 磐石也要死 百姓不会那样 白白地死了就算了 那百姓在死之前 他们肯定要 要先把磐石打死 所以磐石就求问神 神就用了一个 非常的方法 人想不到的方法 所以圣经中会常常称到 称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 那奇妙就是再一次 其实在预言耶稣的时候 耶稣的名字也就叫奇妙 测试全能的神 和平的君 我们神行事就是奇妙的 我们人常常是有问题 要推卸责任 老祖宗是这个本能 亚当把杂人 推卸在夏娃身上 夏娃把责任 推卸到蛇的身上 到最后 神用他自己的方法 拯救了亚当夏娃 让他当初免了一死 救亚当夏娃的方法也是 羊羔要死 神就说 我要用皮子给你做衣 皮子做衣就是羊羔替你们死 所以一直在 创世纪圣经当中都告诉我们 神用奇妙的方法 拯救我们的祖宗 我们历史历代 神的百姓 神都是用奇妙的方法 在实行拯救 出埃及的时候 神又是用这样的方法 当你们都要死的时候 我不让你们死 我把这个死的责任承担了 因为带领你们出埃及 把你们带到这个无水之地 是我让走的这条路 不是摩西 按摩西的经验 可能他不会从这个地方走 因为他在旷野四十年放羊 他绝对知道哪个地方有水 哪个地方没水 那神的意思就是 既然我把你们带到这个 无水之地 出现了这个问题 你们都要死 我就承担这个死亡的问题 我们神的意思就是 那我就接受这个审判 那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 神审判了自己 免去了百姓的死亡 也免去了摩西的死亡 那我们今天通过 读旧约圣经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死亡 确确实实是神给我们解脱的 以色列人在 埃及的时候 被欺压 受困苦 要死在那地 摇滑神把他们救出来 在旷野没有水喝 摇滑神说 我让你们经历实验 要让你们经历一些 实验 是让你们经历的 经历的时候 他们不明白 神不跟他们一样 神仍然是把他们 从死亡中 争救出来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我也是 当我快死亡的时候 主把我争救回来的 我是七八年 准备杀人的时候 神的灵 开始 在我的生命当中运行 把我从那个死亡的 全世当中 争救出来 确实神的救恩 是非常基实的 倘若在七八年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刚过来之后 我感觉着活着 没有价值和意义 为什么 人生就这样吗 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我的父亲性格不好 呆罪了好多人 我们的临时 常常给我们打架闹气 我心中非常嫉恨 我就想 我要把你们统统杀掉 当个杀人英雄就算了 就在这个简要的关头 神的救恩领到了我 让我脱离了死亡 我深信我们大家 我们应该知道 没水就是要死亡的 那我们深信 人生下来 只有一个权势 只有一个捆绑的权势 就是死亡 人人最怕的问题 就是死亡 要想解决死亡的问题 没有其他的方法 人是解决不了的 那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 只有我们的神 能解决人的死亡 在伊勒列旷野的时候 他们众人都要死的时候 只有磐石 被击打了 活水才能流出来 这个活水 才能解决百姓的死亡 这个活水 才能解决摩西的死亡 才能解决众人的死亡 那我们知道 今天整个世界 要想脱离死亡 没有其他的方法 只有照着圣经上说 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只有耶稣基督 是天下人间的救助 所以耶稣基督也就是 天下人间的救助 凡求告主名的救笔得救 所以一支圣经都在告诉我们 那个时候磐石是他们的救助 磐石被击打了 活水流出来 才能够得救 西约圣经是告诉我们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助 他被定在十字架上 他被击打了 人们相信他的死 不是因主圣母 乃是因主人都有死亡 所以上帝不审判世界的人 审判了他的独生儿子 他的独生儿子死了 全人类相信他的儿子 就能得救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主的人得不到永生 所以从出埃及记当中 我们就学习到 神判了磐石 击打了磐石 当初的伊色列百姓 都活过来了 新约圣经是告诉我们 神击打了耶稣 以赛亚书也预言 谁想他如羊羹 被迁到宰杀之地 当整个世界犯罪作恶 到了极限的时候 上帝是寄写的 要审判世界的罪过的 结果他不审判世界 他审判了他的独生儿子 这在历史的事件当中 是一个古往今来的 一个不可想象的历史 所以我们的神 是奇妙的神 全人类的死亡 是他借助让他的儿子的死亡 解决了人类的死亡 当初旷野百姓的死亡 是印度他审判了这个磐石 让墨西几大了这个磐石 磐石流出活水 他们都得救了 我们一定要记清楚 神的救恩是 他自己替我们受审判 我们想 耶稣被钉在石 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 其实他是挂他的儿子吗 其实神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要遇到死亡 肯定我不会让我的儿子死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 要遇到一个死亡的事情 你肯定不会让你的儿女死 肯定爸爸妈妈会替他死 那我们的神呢 更是这样 全人类要死亡 神不让全人类死 让他的独生儿子死 解决人类的死亡 那出埃及基这个地方也是 百姓发愿言 按他们的行为 按他们的行动 他们该死 结果神不审判他们 神就审判了自己 神的意思就是 我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了 不是摩西 真的按摩西的经验 他不会走这个无水之地的 因为他四十年在旷野放羊 印阳 哪个地方有水 他都知道 那这个地方是谁带他们来 是上帝直接带他们来 所以当初的云柱活柱 都代表是神的职业 他们靠着云柱活柱 走前面的道路 是神带他们走这条路 那神既然带他们走这条路 到这个地方没有水了 神就承担这个问题 这也象征 新约的 当然我们的神 在新约的耶稣基督 是没有犯罪的 他是不会死的 那他的死也不是自己该死 那是因全人类该死 只显明了上帝的心愿 所以旧约和新约 都是显明了上帝的心愿 当你们众人都死的时候 我不审判你们 我自己接受审判 旧约是神自己接受审判 我受击打 你们能与生存活下去 新约也是 羊羔被钉 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 解决了普天下人人的死亡 人人的死亡 我们得救 不是靠我们自己 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得救的 按我们的行为 我们都是要死的 所以我一直在不断的回想 我七八年被梦招的时候 那个时候竹若不招我 在晚上几天我就杀人了 因为我磨了三次大刀啊 农村炸草 养牛啊 要用那个大的 大的刀炸草的 那个炸草那个刀 我磨了几次 我磨一次 我妈妈哭一次 我妈妈就感觉到 这孩子要出事 我妈妈说 你千万不能死啊 我就这一个孩子啊 但是我从来不想 死怎么样 我只想把我的仇敌 全部解决了 我把他们全部杀掉 就在这千金一发的时刻 神的救恩领到了我 正好我去 我去到一个家庭 是一个信主的家庭 我去的时候都不知道 在那个家庭 因下大雨的缘故 我住了三天 他们天天给我讲福音 讲福音 我就不相信 临走的时候 我还不相信 但是他们说 我们希望你下一次再来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教会 就是教堂了 那个地方当初就是一个 隐藏的接待家庭 结果我走了 他们也哭我也哭 我走以后 他们为我尽式祷告三天 第三天 我那个时候是生产 生产队的会计 也是生产队的队长 生产队长 那个时候生产大队干活 都是要队长干在前边了 我在最前边干活 他们在后边跟 农村有一句土话说 干部不领 百姓不干的 在我们那个地方 有一句土话是 干部不领 水牛掉井 所以干部必须第一个 干什么都是干部 是第一个 那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回去第三天 正在除草 正除草的时候 突然天上 发出一个大雷的声音 我以为天要下雨了 我就往天上看 我一看 万里没云的 一点点云彩都没有 为什么会大雷呢 大雷的声音 从天上下来 一下抓到我的头 我头里面好像刀割 也好像挣扎 非常奇妙 上帝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临到我呢 教会也为我祷告第三日 我就感觉到 我说 你们除草吧 我回去了 他们就说 干部不领 水牛掉井 我说水牛跳坑 我今天也要走 我说我头疼得非常厉害 他们知道我的性格 因为我平时的性格 我是个篮球运动员嘛 也非常 在农村来说 也不算是太小的个了 也是中上等了 他们知道我打架非常厉害的 三句话不听 我就会上去打人的 我就是一个脾气 这样不好的人 他们怕我打他们 我说秋后没有粮食吃 大家都没有 你们不干活的话都没有 但我今天头疼 我必须回去 我回去 他们没敢回去 我跑到接待家庭 接待家庭 那个时候 年轻的 中年的 男老力 女老力 劳动力 都在地里干活 唯独老妈妈在家 做衣服的 整厂做衣服 那个时候 中国季节化都没有的 没有买衣服的 都是人手工作的 他在家缝衣服 我知道他信主 我就走到他跟前 因为我走路很轻 我经过军队的训练 我走路很轻 到他跟前 我玩一下 要看他的时候 他吓得 这个样子 我说妈妈不要怕 他因为我是干部 又要抓他们批斗的 那时候常常信耶稣 是如不利老坟的 要经大队的批斗 国家的批斗 信耶稣的 那个时候 信耶稣不好吗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快把他们斗死了 他因为我跑到他家 又是抓他批斗的 我说不是的 早三天之前 有人给我传耶稣 我不相信 今天我的头非常疼 你给我的头祷告好 我就相信耶稣 他说 不要说 不要说 你想那个形势 怎么紧张 你们今天信耶稣 我们大家现在 信耶稣很好 那个时候就这样 你在外边说个信耶稣 就不好的 快到屋里边去 让我到屋里边去 我到屋里边 里边走出来一个 我的邻居的姐姐 他说兄弟 主今天要拣选你讲道的 我说我不管 他说主选招你讲道的 我祷告了四个月 要讲道人的 今天早上我 我祷告的时候 主给我一句话说 今天给你找个讲道人 他说你是高中生 有文化 将来以后我们这个地方 听到的是 跑到几十里开外 最近的地方 他说跑到 十八里地才有讲道人的 白天又不能出去 夜晚跑到十八里以外 去聚会 你想 那个是非常难受的 他说我祷告了四个月了 要讲道人 不要让我们再跑到 十八里地以外再去 当然开车的话 现在那几分钟了 那个时候都是 十一号的 两条都走的 那个时候 我家姊妹 我们还没结婚吗 他来了 我就带他到 十八里地以外 那个地方去聚会 是夜晚 整整聚了一天晚上 他为主这个缘故 他祷告了四个月 主听他的祷告 早上又祷告的时候 主啊 我要讲道人 我们不跑那么远 什么时候 才有讲道人呢 里边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 细微的声音说 今天给你找个讲道人 那他就回去了 他已经出嫁过了 也有小孩子了 当然 他还不能随便请假的 那一天 他是特殊请假回去的 他说我请假回来 今天就是迎接你的 我就知道 今天我们村庄上 要有一个 有文化的人悔改 但是谁我不知道 他进屋就告诉 我说你不要告诉我 将来讲道不讲道 你就给我的头 祷告好了 我就信耶稣 我说你就告诉我 快刀斩乱麻 告诉我怎样祷告吧 他说你就喊 主耶稣 我是个罪人 从前我不认识你 从现在起 我相信你 能救我 能让我的病好 能让我的头不疼 能让我得救 我也不知道什么得救 他就给我 介绍了几句 我最后加了一句 他介绍什么 我记得可听 因为我头疼得很 你没头疼过 你不知道 那个头疼得要命 没办法 我把他告诉我 那一段话 祷告完了 我又加了一句 我说耶稣 你现在让我不疼 我从今以后就真信你 我这一句话 说完以后 我的头立即 全人平安了 我就跳起来 我说真有耶稣 真有上帝 从今以后我就相信他 他们还在那里唱什么 唱圣灵将领歌 还没唱完呢 因为我祷告了几句 他教我几句 我就祷告几句 那我的头立即不疼了 那我就在想 等他们唱完 祷告完了 我就说 哪里有讲道 我不能做一个糊涂的信徒 我到底要去听一听 到底信主是干什么的 信上帝是干什么的 他说现在正在干活 等生产队的活 大家都干差不多了 我让你兄弟 带你到十八立地开外 或者到八立地 开外有个地方 有人能给你介绍一下 耶稣是谁 我等不及了 我心里边 我心里边一说信耶稣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我是个吃饭的将军 我心里边一说信耶稣 每吃饭前不到他家 唱诗祷告 我回家不想吃饭 没办法 咽不下去了 神把我 神把我这样改变 我也不知道 我妈妈就看着 说这几天你不一样 你神静了 我说没有神静 他说我知道 你接受了西方养教 我说西方不是养教 我说西方这个 这个耶稣能抑制我的头部疼 他说你不要信耶稣 你要信三六九 因为我们祖宗是信福的 你要信三六九 我说我不会信三六九 我说从小就信三六九 出三了要拜的 出六了要拜 出九要拜 出一要拜 十五要拜 上山拜三神 上树拜树神 下河拜河神 我说我被水插得了淹死 我上树 树神也没保守我 我掉下来 插得了把我摔死 我上山呢 我上了最高的山上去 从山上掉下去 不是个树插挂住我 今天你们都不见我了 我的人生是经历了好多死亡 被水插得了淹死过 被树上两丈多高的个树 我去抓你老嘛 抓班旧嘛 夜晚 我一抓忘了 从树上趴下来 那就快死了 半个小时才醒过来 那个时候其实神就在保守我 没有让我死 我上山了 我也就划得有三丈多了 从那个山 那个山是这样的 因为这样的地方 好的东西都弄走了 只有这样的地方 没人敢上的地方 我上去 我上去不小心就滑下去了 滑下去是万丈深渊的 结果一个树叉挂住我 我信主之前我才知道 主暗暗地保守我 我虽然经历了各种死亡 那个时候主没让我死亡 但是后来 主把我存这个 我即将要死的时候 我磨砂刀要杀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主把我征救回来 从我内心里 我个人知道 我们会死 我们人 走了一生都会死 无论怎样都会死 人没办法得救 但我最怕死亡 所以上山求山神 最怕死亡 所以下河求河神 我最怕死亡 上树就求树神 结果那些神都没有保守我 信耶稣 后来出去听道 头一天晚上神 让我去听 那个接待家庭 有个很小的一个小姊妹 那一天晚上 就教我了15首歌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 原来我学习是 没有那么快的 我也不喜欢学习 因为我喜欢打篮球嘛 所以说 后来呢 我一进入教会 不一样了 一天晚上学了15首歌 越学越想学 回来以后 吃饭前不到一个家庭祷告 回来吃饭没有食鱼 原来我是吃饭冠军 后来就变成 没办法 就成了一个祷告的 欲助什么事情 先到教会去祷告 欲助什么样的事情 都要先祷告 先求告神 所以当我学习到 出埃及基地十七章 我发现 摩西有重大的问题 也是祷告 当人怕死的时候 也是祷告 我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呼求 就是怕死 就是怕死 怕死才祷告 那这个地方呢 当然原来祷告是祷告错了 祷告给假神了 没祷告给真神 那后来祷把我拯救回来 那我通过读出埃及基地 我会更知道 人的就不是靠自己 乃是主所赐的恩典 按我个人 我就死一百回也不少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是最调皮的人 我妈妈常常就说 你就是个马 就是爱动的一个人 那我真的是属马的 就是爱动的 常常就到河里边动 到山上动 到树上动 我严肃就好像是可以飞一样 两只眼睛蒙住 不看着在树枝上 跑来跑去的 都是那样的 为什么会常常 从树上掉下来 就是因为什么都不怕 按我个人的行为 我死好多回都 都是可能的 然而神都保守 我没有让我死 后来我归向主 以后我才知道 救恩出于耶和华 我未信主的时候 主就在看着我 我那么调皮 那么经历了 各样的事情 主都保守我 没有让我死 所以我就 无比的感谢 主对我的恩恋 那主把我 拯救了以后 我的头里急不疼 我快速去听道 非常奇妙 我信耶稣以后 一方面 直接跑出去听 第二方面 感动好多传道人 直接来找我 他们说 你一信主 我们就有福了 我说为什么 你不信主的时候 好多传道人 都没有到我们村庄上来 你信主了 好多传道人 都要找那个干部的 都要找那个 生产队的那个会计的 生产队那个队长的 因为我们那个 生产队比较小 生产队那时候 有五大干 五大干我都干住呢 连妇女队长 妇女队长开会 都没人干妇女队长 因为我一干 别人不干 我的性格不好 三句话说不了 就打人的 就骂人的 所以人家都不过搭配 那后来呢 那就我一个人干 公社里说 培养你一个人 好好干 五大干你都干 那我为什么 信主以后有福呢 那个入行是紧张 一听说 这个生产队的 这个人信了 五大干他都干 到他村庄 会有一点保险 所以到我们村庄 去聚会 传道人 暗暗的夜间来 给我们讲 第一个女传道人 来的时候 他就说 从今以后 我给你讲什么 我走了 你给他们讲什么 他这样托付完以后 我也没有在意的 他这样托付完以后 我听讲道的时候 非常奇妙 我听他们讲什么 后来我都不忘啊 听完不忘的 出去查经会也好 查完经了 他们怎么讲 我回来不忘的 那个时候真的特殊的神的恩典 他们都说 哎呀 他刚起来 怎么这么会讲道 我说不是我会讲道啊 因为张弟兄讲完了 我听完了 我讲的是他讲得到啊 因为他会讲 我才会讲 我一直就是活在这个中间 那我一直在不断地回想 神归我的恩典 是非常重足的恩典 从那个时候一直带领我 带领我 风风雨雨地 经过这个几十年 那我一生的经历 没有其他的 我一出现 就是会死 神的救恩一出现 就是把我从死中救出来 那我真的是从神 体会到了 全是恩典 他全是恩典 在监狱里的时候 我就想求死 个外边非常刚强 到监狱里边忍不下去 非常想求死 因为累得太狠 干活太重 一天干的活 可能超过你一个月 干的体力活都要多 不可想象的活 重活不可想象 你不知道 收割庄稼的时候 半天一个人要 要割多少庄稼的 芝麻地啊 十七个人 一百亩地 今天下午要完成的 割一百亩芝麻的 这一百亩地的芝麻呀 你跑吧 一个人六亩地 你跑吧 转圈跑 也够你一上跑的 那个活是非常重 所以我求死 主不让我死 我每一次 自己也受不了 我求死 主就不让我死 主就让我活下来 我在监狱的时候 神不断地给我 给我一些遗梦 一些看见 白天累的要死 晚上哭 哭完了 做个遗梦 醒了 碰到黑人了 再聚会 又碰到白人了 再聚会 我醒了 怎么给白人聚会 怎么给黑人聚会 怎么给这么多的人聚会 我说主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出去能不能活 我还不知道 我能不能死到监狱了 我还不知道 结果我不相信 结果后来 出预料以后 真的是 遇到白人 遇到黑人 遇到全世界的人 都到我们那个地方去聚会 有的时候 主真的会给一些 遗像和遗梦的 结果都实现了 再加上 那我们也发现 摩西的祷告 主都垂听了 主都给他一个解决的办法 当我们艰难困苦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 主也都垂听了 那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神的意思是 我不接受神判 我不死 你们活不了 那我们要学习的 这一段圣经就是 神替我们死了 我们才能活 主也喜欢我们 他为我们死 我们要为他而活 我们要想让教会复兴 没有其他的原则和法则 最后我将心里的话 告诉咱们大家 咱们的人虽然看出 现在不多 我们要想让我们的教会 发展和复兴 没有其他的原则 只有一个原则 只有死 才能活 这是我亲身的经历 我们村庄开始 也是几个人聚会 到最后我是 家庭要把我打死 我父母亲怪 脾气怪 要把我打死 他打我一次 教会复兴一次 非常奇妙 后来那是 有些圣经不读 就明白了 保罗说 死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灾在别人身上发动 最后我们那个乡 大复兴的时候 是我父亲 一棍下来 要打我的头 没打住头 把我的腿打坏了 我的腿到最后 肿得这么粗啊 一个弟兄 拉着我出去 走到教会 大家看见我就 复兴了 我被击打 别人复兴 我就感觉到奇怪啊 那是从出外积极当中 我们神被击打 人才复兴 那到最后 神的门徒也是 门徒被击打 教会才复兴 打我一次 教会复兴一次 再打一次 教会又复兴一次 我父亲就要 打死我就好多次 后来家庭没办法了 不打死我了 社会上好多人 都要打死我 都喊住 抓住就把他打死 结果还是 抓我一次 把我打一次 教会复兴一次 非常奇妙的 我们会从圣经中 学习一个原则 死在神的身上发动 生在人的身上发动 后来门徒学到了 保罗说 死在我的身上发动 生在别人的身上发动 所以出外积极这一段 十七章这一段 也是告诉我们 神死我们才能活 我们要想让我们的教会复兴 我们死教会才能活 这块地要想让复兴 光喊住复兴是没有用的 光喊住复兴 没人耕地 没人种上玉米 这个玉米不会在这个地方复兴 没人种下花生 这个地方不会复兴 没有种上树木 这个地方不会复兴 必须有前者的种子死 才有后者的复兴 阿们 这也是出外积极十七章的一个法子 所以我把它命 一主题就是 主为我死 我为主活 也希望我们大家听了以后要明白 我们的教会要想活 我们这班子人必须先死 86年的时候 我去一个教会之六个人 到那个地方 大家什么都没有 围住一个火炉 六个人聚会哭 到后来我就给他们说 耶稣替我们死 我们才能活 我们这六个人 要为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要出代价 要受死 他们才能活 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 一个家庭也是这样 家庭要复兴 不是口头喊的 必须有父母的死 才能儿女生出来 必须有父母出的代价 儿女才能被养大 没有前面的劳苦和死亡 没有后面的复兴 这是一个圣经中的原则 所以出外基基第十七章也是 百姓摩西都要死 所以神说我死 我被击打 你们就活了 我们今天要想让教会死 愿主的死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动 将来以后我们这个教会 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 我们一起说 我们死了 别人活了 耶稣死了 我活了 所以我要为主 我要为主活 因为主为我死 我为主而活 传福音永远的发辞 就是主为我死 我为主活 我要想让教会复兴 必须我们死 别人才能复活 我开始挨打的时候 我理会不了 去了 我都到教会哭 我一哭 弟兄姊妹都劝我 说你死 大家就活 所以大家都劝我 说你受逼迫 教会就复兴 当初我不相信 后来教会复兴了 我才知道 我们受的苦 是奠定教会的复兴 所以81年 许许多多弟兄姊妹 受痛苦 后来才会带来 河南很大的一个复兴 河南教会的复兴 是与前边的死 前边的 与前人的受苦 是有关的 整个教会的复兴 是与耶稣的死有关 耶路撒冷的大复兴 是与门徒的死有关 我们中国的复兴 是与外国的死 到我们中国的死 有关的 我们下一代的复兴 是一代一代传下 传播这个死的种子 这个死的种子 播送下去了 教会就活了 我们一起说 我们说信的复兴 就是耶稣基督死的复兴 也是耶稣基督 复活的复兴 耶稣基督的死 带来了教会的复活 我们的死 带来教会复兴 好 我们 我就讲到这里 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执兴 X